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非常直白 在橘红色的背景前面 我们看到放在前面的是一罐名嘴微笑的习近平的一个照片 那上面写了两个字 The Prince 王子 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他在旁边还做了一些付诸说明 他说是目前这个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的内心世界 确实 随着中国政要召开10月16号的二十大之前 基金玄制作了八集所谓的Podcast 那他们用的名字就是The Prince 王子 尝试要揭开习近平在同年的成长过程 还有未来他可能会塑造的中国面貌 基金玄经过九个月之后 在这八个所谓Podcast里面帮我们下了一个结论 他说他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还是一个慧安不明的习近平的一个图腾 但是他们知道 这个人其实会攸关中国14亿人未来的一个发展 还有甚至包括世界和平都会在他的一念之间 这确实非常重要 而所谓经济学员的总编辑Bethos 他也特别告诉我们 其实随着全球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 要了解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却是越来越难 所以经济学员在这一次的所谓封面故事里面 他其实用了两篇重量级的文章 除了续论第一篇之外 还有16页的briefing传闻 里面尝试帮我们解开一些疑问 而这个每集40分钟的八集的podcast里面 他其实每次围绕的主题 都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一个重点 里面包括在习近平成长过程里面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么痛苦的撕裂 他为什么还是那么坚定的相信共产主义 包括他在俄罗斯的一个过程里面 学到了什么 包括他是怎么慢慢崛起 甚至最后能够掌握整个中国大陆的权力法杖 第三个当然就是说 在未来他到底会怎么去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 甚至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那整篇文章其实针对这八个重点 都有一些深入浅出的分析 也有一些podcast可以供各位去听 那总而言之我觉得 我不敢说这里面讲的每件事都一定是真的 但是还是可以让我们 对于会暗不明或者看不懂的习近平 有更深入的了解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经济学院全球版本的蜂蜜故事 揭开习近平的神秘面杀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哈啰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